飞蝶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蝶一分钟 每周一至周五更新 闺蜜最近因为脸上的豆豆丑得寝食难安 作为几万千宠爱余生的女神 让我来教教她怎样正确去豆吧 一 刚刚冒头的粉刺 要及时把里面的脏东西挤出来 去角质能够方便豆豆挤出 豆豆一定要连根拔起哦 可以配合使用梅加 不过专业的医生操作才更安全 挤完可以擦些腐细地酸或墨皮螺芯 来防止感染 二 不想毁容的话 笼包或囊种千万不要挤 口服的E维A酸胶囊可是抗兜标配哦 严重的话要及时上医院进行光疗 或者切刀引流 三 含点糖皮质激素的药物 以及避孕药可能会引起锁创哦 本巴鼻水 维他命D等药物 会使豆豆更严重哦 所以用药前一定要问清楚医生啦 四 有一些疾病会导致雄性激素分泌过往而冒斗 如多能卵巢株核症 月经稳嫩 肾上腺肿瘤 所以出现问题最好是及时就医啦 豆豆终于不见了 看月球脸让你更新塞 没关系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与金钱 医院有专门帮你的激光治疗法 和微筋膜消除呢 各位请 飞碟说三岁大哄啪 你不要来参加吗 即日起 这是2月16日 微博关注 at飞碟说 并转发置顶微博 iPhone 6s Beats耳机等一大波礼品 等你来拿哦 快行动吧 女神在这里等着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